电影这是很粗糙很容易发现 一秒钟24张地片 一秒钟 所以那一卷袋子只有四分钟 我从前玩这个时候 你是这个四十分钟 这个袋子的时候 那就是十卷 十卷才戒起来才四十分钟 再放进四分 张张不一样 你得晓得我们这个画面是一张一张 像幻灯片一样 一个连一个一个连一个 而实际上呢 佛在你看在仁王经 仁王经上讲的时候 那速度都快 佛说一坛值 一坛值有六十刹那 一刹那是多长时间 是一坛值的六十分之一 一刹那当中有九八神明 就是这个现象 像我们这个摄影机的开关 九八个开关 四开关 那么我们谈值 我们谈得快 像这样的所有菜管 一秒钟可以谈四四 四乘六十再乘九百 刚刚好两个十万八千 那就是一秒钟 佛告诉我们这个现象 这个现象的物质现象的生灭 有多少呢 两个十万 二十一万六千次的生灭 我们怎么会看出它是假的 放在电影荧幕上 是一秒钟二十四张 我们已经被它骗了 好像是真谛一样 现在我们是一秒钟 二十一万六千次的生命 你懂得这个道理 这问题你就明白 所以佛讲 凡俗有相 皆是虚妄 你何必是认真的 你要不认真的话 在这个现象里 你很快乐 没有一样不好 你要是一认真的话 那你烦恼就起来了 你就过得很苦 所以要知道 全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这个要看破 经干经上说的是 一切又违法如梦幻报应 你怎么能当真呢 那么你要明白这些道理 人生 所以说是佛常常讲 带得去的 要认真 带不去的 通通往下 带得去的 带得去的是什么 一夜 善业 你带去 三善报 我业带去 三卧道 所以我们起心动念 这个言语造作 就要很留意 绝不造物影 决定不害人 人害我 我不害他 在一般人家吃亏 吃亏是福啊 吃亏怎么是福呢 这吃亏将来我生的地方好啊 我善心 我没有恶念 一定生到很善的地方去 有报复心的时候 那你就是降下去了 你有报复 有怨恨的时候 一定往下坠落 纯净纯善 往上伸 带着有这个悟念的话 你就往下堕落 所以吃亏是福啊 肯吃亏的人有大福报 不肯吃亏的人是没福啊 这个要知道 所以这个里头有道理 嗯 嗯 嗯